食药署才核准通过三家业者申请的居家快筛试剂进口 最快一个礼拜内能给抵台 但是试剂还没有到就有药局抢搭顺风车 私底下已经在网路上纠团购预购居家快筛试剂 新北市卫生局食药科就表示了 目前新冠肺炎居家快筛试剂属于是三级一财 并不开放在网路上贩售 为者可以依医疗器材管理法最高处以100万法环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日前宣布社区广筛四大策略 除了企业快筛社区筛减站以及诊所自费快筛之外 最近也要推动居家裁减 不过试剂还没来台 网路上已经有业者开始招揽生意 就业者在网路上po出居家快筛试剂预购的消息 但是这样的行为可能已经触罚 脸书上po出罗氏快筛试剂开放预购 买一盒还有打折2200元承诺月底前出货 另一家药局更强调是坐飞机跨海来台的 早鸟预购有专属优惠 28号就会抵台 如果民众他特使用的话 我们也会帮他做过道购买 业者表示自己也是收到厂商通知 才开放给会员先预购 但是目前没有收到订单 它现在世纪属于第三等级的医疗器材 然后依法不得在网路贩售 后续是在网路交易方式去贩售跟交货的话 这个我们就会定属于所谓的通行交易方式去贩售 而食要署目前也已经通过三家业者申请的居家快筛试剂 预估最快一周内抵台 同时也收到另外十件快筛试剂的进口申请 而虽然有医财商执照的业者可以合法贩售 但是其实居家快筛试剂根本不能在网路兜售 按照规定如果只是在网路上订购 实体店面付款领货就没有触法 否则就是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 最高可以开罚一百万元 卫生局也提醒民众和业者千万不要钻漏洞 以身试法 捷雷亚婷张士奎新北市报道